白色休旅車沿路踩著刹車 接著乾脆直接擋住大車 趁紅燈副駕駛座下了一名男子 他下車指著大車就是一陣飆嘛 這時從駕駛座下來的居然是名媽媽 仔細看 手上抱著嬰兒 兩個人離開沒多久 後座還下來一名小女童 大車駕駛把行車記錄期PO網 他說車子開下台南巴士交流道 往善化方向 遇到道路縮減 休旅車突然切入車道 大客車緊急按了一聲喇叭 休旅車上男子下車標罵 巴什麼 大車駕駛為了安全才巴喇叭 也回他 我這麼大台 能簡單刹車嗎 不然你來開 從新舊記錄期看來 很可能是媽媽抱孩子開車 或是休旅車上沒有安全座椅 女駕駛下車後還抱嬰兒勸架 更是詭異 爸爸無視道路安全 只顧著吵架 站在馬路中間用手機搜證 都在孩子面前發聲 真的是最差神教 據教來關照理智慧攤的報導 我是陳俊庚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